哈囉我是Catie 今天要跟你們分享的是我 欠超久 超級超級久的 2016開架唇彩Top10 那我會選出10支 10個顏色 10個款是我最喜歡的唇彩 跟你們分享 就我已經都調好放在後面了 那單一個款式 我如果有其他顏色 覺得也不錯的 我就會一起 一起跟你們刷色給你們看 然後跟你們解釋一下 就因為我 就 呃 懷孕身體會有很多 各種難以預料的狀況 像可能我 兩三個禮拜前 有一個小感冒 結果那個感冒後來就變得有一點嚴重 然後變得有一點嚴重 之後它又一直不好 像我其實現在 我現在聲音還是有點鼻音 你們應該聽得出來 就我 懷孕真的太容易有狀況 所以我的影片就會比較不穩定 所以 可能很多我說了要做的 就變成沒有辦法做到 或是會拖很久 就我先跟你們抱歉 就請你們要 對 懷孕的媽媽 懷孕婦女 寬容一點 因為真的就是 常常是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狀態 那我就 身體還OK 我就盡量拍 就盡量 盡量還債 然後盡量把我想分享的東西 就趕快拍給你們看 因為我可能 呃 再過一個多月 就會 就會比較不能拍了 因為我的預產期是70天之後 所以我只剩下兩個月 就會生了 所以可能一個多月之後 我的身體狀況就會越來越把我負荷 像我現在講話很喘 或者是像一點點小感冒 就會整個真正很快死掉一樣 什麼事情都不能做 那就一個多月之後 可能我身體狀況就會 就會比較不是像現在這麼好 那我就趁現在還可以 我就盡量多拍一點給你們看 好 廢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看唇彩 第一個我現在嘴巴上 擦的就是我 最推薦最喜歡的 Reblon超霧感唇釉 這一款啊 算是我用到開架這種 比較偏霧面之類 它不是全霧面 不是會那種乾到整個 吸附在嘴巴上完全的霧面 算是半霧面半絲絨 這種質地的唇彩中 我最喜歡的 它用起來就是顏色非常飽和 然後上嘴巴的效果非常的好 然後不會乾 它雖然說不防沾染 你看我這樣子還是會沾 可是它不會說沾一下就 顏色掉了亂七八糟 不會說很容易掉色 你看我這樣一直沾一直沾 嘴巴上顏色都還是在 所以我覺得這一款啊 它整體表現真的非常的好 而且它的顏色很漂亮 就是像我現在嘴巴上擦的顏色 是655 它是好像是 兩個月前新出吧 就雖然我現在是2016 2016年的 Top10啊 結果 就亂入一個2017年初的顏色 這個是655我最愛的 那原本2016年初的顏色 我比較喜歡的是 600一個迷樣羅玫瑰 是這樣子 算是有 偏有一點 嗯 豆沙羅粉色的 那現在這一個655呢 我把它放在旁邊給你們看 這個600迷樣羅玫瑰是比較粉一點的感覺 然後我比較喜歡的這個655是 再偏一點藕色感 然後帶有一點 磚紅色調的 那擦起來就是我覺得就比較 比較 比較知性一點 那 600迷樣羅玫瑰 這一個就會比較溫柔 比較小女孩一點的感覺 然後這一支我還特別喜歡的是 它做咬唇非常的好看 就是它暈開就會有一種 你看 很自然的花瓣柔霧感 就這樣子 所以這一個拿來塗咬唇 非常非常好看 如果買顏色比較深一點的 塗咬唇都很好看 像我現在嘴巴上這個顏色塗咬唇也很好看 然後特別再推薦一個咬唇啊 尤其是唇下 這種顏色非常適合當咬唇 就是這種看起來很誇張偏紫的桃紅色 這個色號是665 這個顏色你如果一樣你看把它暈開 非常漂亮的這種柔霧效果 它就不會說看起來這麼糖 你看這樣完全飽和就是一個 很很有點侵略性太強 然後看起來有點太太野燕的桃色 可是你暈開就會變成一個很可愛的那種花瓣粉 所以像這種顏色夏天非常適合拿來做咬唇妝 好接著是我的第二支最愛 是這一個 妙巴黎的煉髮魔幻經典唇彩吧 應該是這個名字 然後我最喜歡色號是12號 就是我現在嘴巴上這個顏色 它是有一點帶南瓜感的磚紅色 如果你喜歡成熟氣質知性 這些算是你的關鍵字的話 這一個顏色就非常適合 然後質地方面呢 這一支跟Revlon這一支一樣都是霧面的 那我覺得擦起來呢 妙巴黎這一個貼合嘴巴的程度更好 就它比較它的質地稍微比較輕薄一點 然後Revlon這一個 它的質地稍微比較厚一點 然後會比較有一層 慕斯感在上面 就這個比較慕斯感 這個稍微再水感一點 那我覺得各有優缺點 就是這個擦起來比較服貼 這個擦起來比較有一個膏感 然後相對的這一個 因為有膏感 所以它比較不會乾 那這一個因為它比較輕薄 它擦起來會稍微有一點點乾 但是我覺得也不會說乾到 會讓你的嘴巴脫皮啊 或是不舒服都不會 所以我覺得它這一個稍微一點點乾 我是可以接受的 然後這兩個啊 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 應該有用過都知道 就是這兩個的味道都很重 應該是 好像蠻多人都不能接受的 像這一個 我覺得這一個味道比較重 就是它會有一個很重的 咳嗽糖漿 咳嗽藥水 那種櫻桃口味的咳嗽藥水的味道 這個味道真的非常重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有嚇到 就我第一次打開來用 然後想說 嗚 這是 怎麼味道那麼重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點 就有一點抗拒 可是後來 我還是喜歡它的原因 就是它擦上之後啊 它的味道沒有持續性 不像有一些 那種香料味很重的東西 你就擦了那個味道 就一整天跟著 你很可怕 但這一個就是 你在擦 你在拿出來的當下 你在擦的時候會聞到味道 那過了真的不到一分鐘 那個味道就不見了 所以就等於擦了那一刻 忍一下就好 那 更多人討厭的是這一個 妙巴黎這個味道 但很神奇的 我不覺得這一個臭 就是我覺得它就是 很像小時候的水果糖 然後有一點點塑膠味 就 就是很人工的那種糖果味 我覺得沒有很臭 而且它的味道比起來啊 反而沒有這個 沒有Revlon的這個重 然後它一樣就是 你擦完之後 不會有任何味道的殘留 就是它不會 它不會一整天 就跟著你那個很可怕的味道 就擦完之後就沒有了 像我剛剛擦完 現在 嗯 我已經聞不到我嘴巴上這個味道 就一樣就是擦的時候忍一下 這兩個共同的缺點就是 味道重 那如果你能忍了30秒 忍過去 我覺得就是海闊天空 因為這兩個的表現 真的都非常好 然後價錢又真的都很便宜 好像都是 應該都是300塊左右吧 然後顏色 你看這個色澤的呈現 我覺得在開架來講啊 這個的12號的顏色 真的是質感非常的好 很漂亮 我覺得開架很少會有這種 深色比較偏 磚紅色帶南瓜色調這種 有這麼漂亮的顏色 這個真的超美 然後一樣 這一支有一個顏色 我也很喜歡 是14號 紫色 那我很喜歡的原因一樣 就是在開架 我沒有看過那麼漂亮的顏色 它是一個紫色 你們看 我覺得開架比較容易 會有漂亮的顏色 可能是桃紅色 桃紅色要做得漂亮相對容易 可是像這種 比較偏南瓜的磚紅色 跟這種紫色啊 要漂亮就不容易 尤其是像這種比較深紫色的 很容易會顏色插不勻什麼的 那這一個它的顏色 完全不會插不勻 它超級勻 然後整個色澤的呈現質感 非常的好 這個顏色我超愛 如果你想要找紫色 或者是比較稍微深紅一點的顏色 我覺得這個顏色非常的適合 超美 接下來第三支是一個超級冷門 真的非常非常冷門 我好像沒有看過有任何人用影片分享這一支 就是這個 MAYBELLINE的 欸 好它叫什麼名字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MAYBELLINE這一支 它是筆形的 然後一邊呢 是這樣子 轉出來的唇膏筆 然後一邊是暈染頭 它是說你可以做 染唇 咬唇這樣子 然後擦起來效果 很美 這一支啊 我覺得它 可能 因為它不是MAYBELLINE的 重點行銷產品 所以它 真的很不紅 討論度非常的低 可是 它真的很好用 它就是 當咬唇很美 然後你擦的飽和也非常的美 你看它擦在手上 這個顏色的飽和度 它是那種 一筆就這麼飽和 不是那種畫很多筆 才會這樣 你看我現在 這樣在手上 一筆 顏色非常的飽和 然後它是霧面的 可是它不會說霧到很乾不舒服 它這個霧面霧得很剛好 很漂亮 就是 我覺得它真的 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棒的唇膏 就它的討論度這麼低 我覺得是有一點可惜的 就這個真的非常漂亮 然後 我最喜歡拿 擦咬唇是這個顏色 它是這樣 稍微有一點偏紫的桃紅色 這個色號是 Fuchsia E 這顏色非常的美 然後我還特別喜歡它一個紅色 是開架中很美的正紅色 我試手上給你們看 是這樣子 你看它的這個膏體 真的非常的飽和 然後那個 滑順度 跟嘴巴的那個上色度 都很漂亮 而且顏色的持久性還蠻好 它一樣也是不防沾染啦 就是你這樣摸 它就還是會沾到 可是不會說 這樣就掉很多 掉到看不見 所以就一樣吃完東西補就好了 但平常就不太需要說一直 不斷的回去補擦 然後也不會說乾到不舒服 但你擦之前要稍微用唇膏打底一下 護唇膏打底一下 這樣子 這個效果真的超愛 然後看這個紅色 超美 這個真的超美 所以這個如果你喜歡 稍微偏 霧面的唇膏 這個我超推 然後它的筆的形狀啊 它筆心是這樣 做有一點扁扁的 它筆心也很好 描繪唇型 然後也很好填補整個嘴巴 然後背後這個 海綿頭 拿來暈染咬唇也很方便 這個紅色啊 我手上有一支 算是專櫃雙胞胎 這個是亞斯蘭黛的這一款 然後它是霧面的 就亞斯蘭黛有很多款口紅 它們全部長這樣 那這一支是霧面的 我擦在手上給你們看 它的質地幾乎是一模一樣喔 這樣子擦 你看 它質地一模一樣 而且我覺得Maybelline的還比較滑順 就是擦起來 Maybelline比較滑順 然後質地非常的像 兩個的紅也非常的像 Maybelline的比較稍微再暗一點 然後 亞斯蘭黛這個 稍微比較就是 再鮮紅一點 可是其實如果 你就擦比較多層啊 就很像 你看它的質地 這兩個質地 幾乎擦起來是一模一樣的 這樣子 你看得出來齁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可是 價差又是那種十萬八千里的價差 這個好像 是兩百多吧 然後這個應該就一千 一千上下吧 我已經忘記了 所以我很推 我真的超推這一款 你可以去 現在去的是都還有 都還有在架上 而且它應該 就 不是那種很容易缺貨的東西 因為沒有什麼人買 也沒有什麼人知道它 那你可以去看看 有你喜歡的顏色這個 我真的很推 那我喜歡的這個 紅色它是 Red One 然後這個不只是擦咬唇好看 其實你整個 把它 填滿 因為剛剛它在嘴巴上 而且它這個滑順度啊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就嚇到 我第一次用的時候覺得 哇賽這個開架這樣子 也太猛了吧 這個滑順度 然後它筆心的形狀 很好描繪唇型 你們看 它就算把顏色擦飽和 還是很漂亮 而且它是霧面的 可是它不會說乾乾的 或者是顯唇紋 就擦起來 效果是這樣 反正這次我真的超推的啦 就是 因為這次也是廠商給我的 然後我這時候收到 就覺得超開心 這個我好喜歡 愛死它 我的第四支最愛 是一支 MISSHA的唇膏 那這個我是在韓國買的 我不知道它 名字叫什麼 所以請你們如果想買的話 任命外包裝 它這個是 深寶藍色的 然後蓋子上面有一塊金色 我覺得它外包裝質感非常的好 然後這樣細細的 打開來裡面是這樣 這支的包裝就已經非常漂亮 就已經算是有專櫃質感的包裝了 那我特別喜歡這個的原因是 你看一下 它的質地是這樣子 比較水潤的 就是在開架唇膏來講 比較不容易找到水潤感的好用的唇膏 因為水潤感的唇膏很容易說 就是像你這樣子抿嘴巴 然後它顏色就歪掉 就可能你抿一抿就是 有被擠壓到的部分 顏色就不見 所以很容易這樣抿一抿 或是嘴巴也互相碰觸到 那顏色就會糊掉 或是顏色就沒有擦上去的時候那麼漂亮 可是這個 你看我怎麼抿 它顏色就還是一樣 完全很均勻的帶在嘴巴上 然後它的質地這樣子水潤嘛 水潤型的唇膏有一個缺點 就是顏色很容易卡在唇紋裡面 看起來會顏色很不均勻 但你看這個 它完全 沒有卡在我的唇紋裡面 就看起來滋潤度很好 然後顏色非常的勻襯很漂亮 然後也能完全的遮蓋我的唇色 所以這一支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但是 這個啊 Michelle的唇膏很奇怪 就是它上面 沒有寫數字色號 或是英文的 顏色名稱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色號到底是什麼 我會拍照把它截圖放在旁邊 如果你們想買的話 就直接對藍紋的顏色名稱 或是 我把它放旁邊 如果有好心人看得懂 這是什麼色號的話 麻煩跟我講 我會再可能更新在描述欄裡面 就我會再把這個 底部的這個小貼紙截圖放在旁邊 那我喜歡的是這個顏色 算是 豆沙色吧 這樣子豆沙色 然後如果你喜歡粉紅色的啊 它有一個粉紅色也非常的可愛 擦起來是這樣 算是稍微有一點 深的 亮粉紅 不是那種 很花瓣很淺的那種baby pink 它是比較深的亮粉紅 擦起來氣色很好很可愛 這個顏色夏天擦的話會非常可愛 我一樣不知道這到底是什麼色號 我會把底部這個貼紙 放在旁邊 請認明 這一款我真的超級喜歡 而且它的滋潤度很好 一樣擦一整天不太會覺得乾 就是它這樣子一整天都會這樣水水潤潤的 我非常的喜歡 接下來是我的第五個最愛 是一支唇蜜 它好像也沒有在我的頻道裡面出現過 其實我很多開架最愛的這些東西 都沒有在我頻道裡面出現過 那這個是我自己平常還蠻常擦的 那它一樣是misha的 然後我一樣是在韓國買的 所以我不知道台灣如果有的話 它會是什麼產品名 請認明外包裝 它長這樣 然後上面有點就是 形狀有點方形的 場管 然後蓋子上面有寫misha 這樣子 然後一樣 它又沒有寫英文的色號 或是數字的色號 所以我一樣會把這個底下的貼紙 照起來放在旁邊 我很喜歡這個顏色 就它是一個很美的裸色 可是不會說顯得氣色差還是怎樣 就它就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氣質的裸色 基本上我覺得上班上課光節什麼時候 都可以擦 就是一個百搭的裸色 然後它的顏色非常飽和 我完全沒有用任何其他東西打底 我沒有用什麼唇線筆啊 或是唇膏 或是擦什麼打底的東西 都沒有 我就是單擦 它顏色就是這麼飽和 我刷在手上給你們看 它顏色是這樣子 基本上我覺得它 可以算是唇釉了 它顏色很飽和 然後質地很精亮 可是不會 不會有那種太黏的感覺 就是這種 這種唇釉 唇蜜質地的東西 一定都會有一點黏黏的 可是它不會說那種很厚重很黏 就是你嘴巴碰在一起 會一直被黏到的感覺 它不會就是 碰在一起還是算是還蠻水感的 但是如果你頭髮 跑過來一定還是會黏喔 就是這種東西真的多少 都還是會黏頭髮的 然後它這個海綿頭啊 我覺得非常好用 就它形狀這樣扁扁的 很好描繪唇型 然後在嘴巴上的觸感也不錯 就有一些開架這一種 唇蜜或者是霧面的唇膏 它那個 海綿頭在嘴巴上的觸感 非常的不舒服 那這個它的觸感很舒服 然後它是這樣子有點 看得出來嗎 它是有點這樣 軟Q軟Q的 就還蠻 就是在嘴巴上 還蠻容易上色 然後就是整個 使用感受非常的好 然後一樣 像這種開架的 唇蜜唇釉啊 共同缺點就是 很容易顏色陷到唇紋裡面 就是你可能擦了 一開始擦上去 大家都很漂亮 可是過了五分鐘之後啊 陷出圓形 那顏色全部卡在唇紋裡面 或者是那種顏色好像要流出來 然後唇 嘴巴的周圍會變得很難看吧 但是 唇蜜要 顏色這麼飽和 然後又漂亮 真的不容易 但是這一支啊 你看它 顏色非常的勻 然後完全不會卡唇紋 然後修飾唇紋的效果還蠻好的 你看我拉最近喔 嘴巴看起來超痠 然後它的這個顏色真的很美 就看起來就是一個 氣色很好的唇色 這一支我真的很愛 我超愛這一支 算是 它 我覺得它算是可以跟 專櫃媲媚的一支唇蜜 這個如果你有在找這種裸色唇蜜的話 這個我超推 接下來是第六名 是Reblom的這個 欸 好像是叫璀璨什麼什麼唇膏 然後我最喜歡的顏色是 445 就是我嘴巴上的顏色 其實我喜歡的顏色好像都差不多 要嘛豆沙色 要嘛磚紅 然後要嘛就是偏裸的豆沙色 就差不多都是這樣子的顏色 所以這個 又是 又是一個磚紅色 那它非常的漂亮 然後它不只是這樣子飽和的擦漂亮 你要當咬唇妝擦也是漂亮 那像如果你可能比較年輕 或是你個性比較保守 不敢擦這麼深的顏色阿 其實你可以就是擦完之後 用紙巾稍微 這樣子按壓一下 就它顏色就會 沒有那麼重的感覺 就會變得比較自然 很像嘴巴原本的 也沒有到很像嘴巴原本的阿 就是看起來比較自然 沒有就沒有原本那麼深 看起來那麼輕熱性那麼重 那如果你可能剛開始擦不習慣的話 你就先用紙巾這樣子按壓一下 那這個其實我之前已經分享過了 就是 它是我心中媲美專櫃 可是可能有一些專櫃唇膏 還沒有比它好用的這種 比較cream狀之地的唇膏 就是它的顏色非常的滑順 你看喔 再畫在手上一次給你們看 就是它的顏色就這樣子 一畫過來 就是非常的滑順 非常的顯色 然後可以完全的遮蓋唇色 然後那個顯色度就是 它那個發色度在嘴巴上是非常漂亮 就 真的看不出來是開架的唇膏 除了它的外包裝沒有很漂亮之外 就是 它膏體本身啊 我覺得完全就是專櫃質感 它如果去 嗯 裝在蘭蔻或是亞斯蘭黛的唇膏裡面 我都還是會覺得 這是一支很好用的唇膏 那不只是因為它是一個便宜的 開架唇膏 所以我覺得它好用 就是它這個 這個膏本身啊 我覺得它真的是非常厲害 就它的這個 膏體質地 的潤折度 顯色度 遮蓋唇色的效果 還有修飾唇紋的效果 都是非常非常剛好的 所以這一支 我真的超推 接下來是第七名 應該是第七名吧 是這個 LOREAL金色包裝的這個唇膏 我喜歡的色號是307 它是長這樣子 算是 好像又是有一點偏磚紅色的顏色 反正我就是喜歡磚紅色 所以我挑出來的都是這樣 如果你們喜歡別的顏色 你可以就是挑這一款 其他的顏色 那 我是買了之後才發現 好像很多人說這一支 307號 很像YSL的黑管唇膏的407 一樣 我不知道 到底像不像 因為我沒有407 我原本很想要買407 就它就一直缺貨 我連去美國要買都沒有買到 所以我後來就放棄了 現在好像補貨 可是我就 已經太久買不到 所以就有點不想要 所以 據說它是像 黑管407 YSL黑管407 你們如果 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比對看看 那我很喜歡這一款 是它擦起來有那種 透亮的感覺 可是它其實是完全遮蓋唇色的 然後整個嘴巴就看起來 很痠 很嘟嘟唇的那種感覺 就嘴巴會看起來比較豐盈一點 然後 那個水感 就是 嘴巴看得超痠 看起來好像擠出水一樣 就很像果凍 會有那種少女嘴唇的感覺 這一款擦上來的質地我非常喜歡 但這一款會有一點點卡唇紋 就是你擦久了之後啊 我讓你眼睛看我看得出來 好像看不出來齁 好像看得出來 這邊 你看唇紋裡面就會 比較 激顏色 可是它不會說 整個 激得太誇張 很近 像我現在鏡頭拉超近 才看得到 它正常人與人距離其實是 看起來就是好好的 然後它也不會說 唇周容易 顏色暈開啊 它整個顏色 整體的顏色附著力 我覺得是還不錯的 然後那個精亮的效果 我真的非常喜歡 所以這一款我也超級推薦 好接著第八名 是這個 Tony Moly的 這個 五四刀唇彩筆 它 轉出來是 這樣子 扁扁的 筆型 這樣子 那這個我特別喜歡的就是它的形狀 它的形狀 非常的好 描繪唇型 然後像如果你喜歡畫咬唇的話啊 它這樣子扁扁的 你就直接這樣子 對著嘴巴中央 然後這樣稍微 稍微輕輕的 扁一扁 就可以畫出咬唇 所以它的就是造型上來講非常的方便 那對於它的膏體呢 它的膏體是 稍微有一點點偏霧面的 它不是全霧的 是有一點偏霧面的 這樣子 然後也不會乾 顯唇紋的話也還好 因為這就是我原本的唇紋 就是它沒有修飾唇紋的效果 可是也不會特別顯唇紋 然後它的質地就是擦起來非常的滑順 然後很容易上色 顏色的飽和度也非常的漂亮 就是我覺得韓系的唇膏啊 顏色飽和度都不是乾的 就是它們唇膏都大概兩百塊上下 但是那個顏色飽和度都是很驚人的好 那這個一樣它是韓系唇膏 它那個顏色飽和度就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但是這個缺點啊 就我後來看大家討論才發現 就我原本買的時候 我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 就它的容量非常的小 雖然說它很便宜 但它的容量就 它包裝本身沒有寫它是幾克的 可是你看它 是這樣子 就扁扁的嘛 超級扁 跟一般的唇膏比起來 你看喔 一般的唇膏面積這麼大 可是它是這樣子一點點 然後它轉出來啊 我這一支是比較沒有在用的 我把它全部轉出來給你們看 它全部轉出來只有這樣 它全長就這樣 你們看一下正常的唇膏 還比這支長一點 然後它們的面 面積差這麼多 這根本就是一厘米的感覺 一厘米都比它大 所以這個容量真的超級小 那如果 如果你是很怕東西會用完的人啊 這個你就不要買 這個容量曉得太誇張 而且它的膏體有點軟 就你每次用的時候只能轉出來很少 不然它很容易斷掉 所以這個 這個缺點是還蠻討厭的 但是以我來講 我不覺得這是缺點 因為反正我東西就是用不完 它很容易用完 我會有點開心 就至少我終於 這兩年來 終於有一支唇膏可以用完 所以如果你是唇膏很多的人 你就不用不用在意它容量少 那如果你就是一支唇膏會 天天用啊 常常用啊 你就不要買這個 因為它會太快用完 如果天天用 天天用的話 這應該不能 沒辦法撐到一個月吧 這真的容量超少的 那我現在嘴巴上擦的呢 是 4號 就又是以 算豆沙色吧 反正我就是喜歡這種顏色啦 那另外我還很推這一個 暗紅色 它很適合當 咬唇的中央 我把4號刷在手上給你們看 它是這樣子 豆沙倫粉色 然後這個暗紅色的它是7號 我是覺得如果你喜歡畫咬唇 可是有常常畫不好的話 可以買一支這個7號 因為它真的很容易畫咬唇 那咬唇的話 因為你只需要這樣子沾一點點 所以它容量小也就不是那麼大的問題 那如果你就是要買來天天塗整個嘴巴的話 你一個禮拜之後就會發現快用完 然後你就會很想哭 所以這個我很喜歡 可是你自己就要評估這到底適不適合你 好再來是第9名 是這個 Colourpop的 Ultra Satin Lip 我喜歡的顏色是November 就是我現在嘴巴上這個顏色 我喜歡它的原因是 因為我很少會擦 因為它這樣子的顏色還不看起來像生病 就我通常擦比我自己唇色還要淺 然後偏這樣有一點點帶灰掉的粉色 就會看起來很像應該要躺在病床上 可是這個不會 它擦起來就是一個很有氣質 比較那種青春可愛的感覺 這種baby pink的感覺 但是這一個啊 我就只喜歡顏色 它的質地上比較 它的質地比較討厭 就你看喔 它是 還蠻顯唇紋的 應該可以看到 它就是 有讓我的唇紋看起來更深 更明顯 這樣子 然後它有 它的質地有一點黏黏的 就像我嘴巴如果抿在一起啊 就會稍微有一點黏 有沒有 有一點黏黏的感覺 所以這個質地我比較沒有那麼喜歡 可是因為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所以偶爾可能搭配妝容 或是搭配衣服的話 我還是會擦 但我不會說 就平常 沒事就想要擦它 可是這個是如果你本身嘴唇條件比較好 可能唇紋比較淺的人啊 你應該會非常非常愛這一款 因為它 它呈現出來的顏色都很漂亮 然後它的霧面感也很漂亮 然後它不會覺得太乾 因為它有另外一款是ultra matte 那個真的很乾 我大概擦上去不到30分鐘 我就會想要把它卸掉 但這個它不會 但它也是很霧 我覺得它已經非常的霧了 但它卻不會太乾 只是會有一點黏黏的跟顯唇紋 所以如果你的嘴唇本身沒什麼唇紋 這個我是非常非常推薦的 然後另外我還很喜歡這個顏色 叫brookley 它也是粉的 可是就是比較帶有一點 桃紅調 不像剛剛那個是灰白調的粉 它是這樣子 比較hotpink的感覺 這種就比較不會說 看起來氣色不好 這個我也很推 所以如果你有喜歡粉的話 這個brookley 跟這個是november 這兩個粉 我覺得都還蠻不錯的 好 接下來呢 這個是第九名嗎 第十名 很不幸的從缺 就我在挑的時候啊 我原本想要把 這個 這個是opu的唇彩蠟筆 我原本要把它列為第十名的 因為這個真的很好用 它 我覺得它就是 可能只比nars難用一點點而已 然後顏色也很漂亮 結果我 昨天在整理打開來啊 發現發霉了 有沒有 有一層白色毛的感覺 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 它就 我其他唇彩都好好的 就這一個 發霉了 我超傷心的 就前面這一段 你看喔 這以上 發霉了 所以我沒有辦法 把它列為 第十名 因為它發霉 所以我現在也不敢 就是插在手上 或嘴巴上給你們看 就 我之前好像 有一支影片 有試色過吧 我早早看 如果我找得到的話 我把影片連結放在上面 然後 那個 朱起奇 它有做過這一個 唇彩的全試色 我也把它的影片連結 放在底下 你們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看 但如果你有買這一支啊 請注意你的房間一定要廚師 不要跟我一樣搞到這個八眉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只有它八眉 我現在唇彩都好好的 所以 好啦 廚師機器都要常常開 然後 還有一個也順便跟你們分享 我原本很喜歡的啊 就是這個 Etude House的這個 雙頭的 咬唇 咬唇筆吧 它 一頭淺色嘛 然後一頭深色 淺色的都沒事喔 你們看淺色的都好好的 可是深色的啊 放久了 顏色開始變得 這支最明顯 有沒有 顏色開始變得很混濁 就有一點沉澱懸浮物的感覺 其實三支都有 可是這支最明顯 就我不知道這一款是怎麼回事 結果我看到它變成這樣 我也不敢擦 所以 韓國的東西好像平管比較 平管比較容易有問題 所以這個 你看我這麼喜歡 我才會買三支 結果我現在 這三支都這樣子 我也不敢擦 好 所以如果你有 在觀望這一支的話 我現在是比較不推啦 因為它會變質 好 以上就是這次的2016年 開架唇彩Top10 希望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掰掰